我这么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坐一个飞机 碰上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那是三杀 我说你去干嘛去 他说我去英国结婚 我说你为什么要找英国人 他说中国的好男人都没了 我说这不是没了 我说我就是好男人 你能跟我吗 不可能我说 我一问他是外企的 我说你年月薪起码在一万二以上 他说一万五 几几年的事那会儿 零五年 那那会儿算多了 那肯定是多的 但是他32了 年龄也大点了 你如果这个男的要挣三万 人家干嘛不找小的 你这属于大的了 所以说他这个都是互相矛盾的 知道吧 嗯 这会儿找个英国的 哎呦 那前也都比较重洋嘛 是 好像找个外国人就怎么样 其实找外国人也那么回事 是 我见过那外国人 那个我咱们北京的嫁于外国人 哎你听着嫁外国人了 剩个魂血行 但是你一看那外国人干嘛 那学校里搞卫生的 哎呦 哈哈哈 是在外国学校搞卫生 对 就是说白了就是 嗯 咱们北京就叫保洁吧 哎呦 是啊 那他都觉得哎呦 我嫁给这人了 我就 英国人哎呀 所以说盲目 太盲目了 崇拜洋人 真不行 是啊 真的 你说你崇拜他干嘛 他说在国外他要真什么大老板 嗯 什么的都行 这就学校里头搞卫生的嘛 这跟我估点 大老板可能也就不找他了 对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矛盾 嗯 大老板人家肯定找更小的 嗯 对吧 你这你这岁数上不上下不下 你是要能 要没能力他倒好找了 这将就了 对 他就将就了 嗯 你说他没能力他挺挺 有点能力 有点能力 一个要挣个那么两三万呢 你找个挣四五万的 人家肯定不要你啊 是啊 你找个比自己低的 又觉得自己身份 哎呦我这个 对失了身份了 起码有点身份 在生活之中也可能有点品位似的那种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嗯 就是心理作用 价值观不一样 是啊 是吧